今天我们又来找吃的 廖比林 这一餐是特别为你准备的 真的假的 因为要到年底了嘛 你的家人不是整个家族会来吗 你怎么 对 我专门选了一间 适合你跟家人 海外的家人来吃饭的餐厅 你确定吗 因为我家人好不容易来 我想要找一个就是有当地特色的 绝对有 然后我想要有包厢 当然有 有吗 大包小包都有 想要比较精致的 这家餐厅不光是特色 不光是包厢 而且景色视线很好 同时在本地又很出名 他们以前没有来到商场 这一次在商场开了 他们的这个首家的这个分店 来 试试看 就是这家哦 杨明海鲜 这个装潢有点太厉害了吧 哇 有个小船耶 诶 你看 好怀旧哦 这边还可以很好的拍照耶 海鲜 龙虾 龙虾 是你的衣服吗 为什么要摔在这里 怎么样 我就说你爸妈来下次 就来这一家就对了 真的 这些菜色都好厉害 阳明海鲜担任着本地老字号 知名度非常之高 刚刚在VivoCity开了新的店 我觉得两个好处 第一有冷气 第二有包厢 再说多一个好处 风景好 风景好 装潢也不错 但是这些好处加在一起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什么 食物好 对不对 如此多美妙的食物 但是还是要先从小菜开始 这个小菜又有你最爱的 上次第一次吃的冰菜 冰菜 上一次是第一次吃 这一次可以再吃吃看 但是我呢 比较喜欢吃这个番茄 也要剩余果 蛮清爽的 还有小虾 还有小鲍鱼加粉丝 当前菜 哇 这个冰菜还是非常的脆 而且它搭配了这个芝麻汁 芝麻酱 这个冰菜沙拉真的很厉害 这些小菜我觉得都蛮开胃的 吃完小菜之后 大菜就来了 对不对 全都是大菜 每样都很硬 对啊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先从鱼开始吧 好吧 好 这个鱼哦 真实番茄的做法 同时呢有两种口味 辣的跟肉碎酱香味的 这个辣的呢主厨给我们做的是他们密制特制的剁椒哦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很辣 但是呢我觉得主厨又非常的贴心 如果你怕辣的话呢 一条鱼有一半是不辣的 可以吗 你试试看 我要试这个不辣的 这个鱼羊吃下去很有惊喜 为什么 因为我整块吃下去 我突然吃到股豆香的味道 豆香 为什么会有豆香呢 原来在鱼肉下面有一层豆腐 蒸的豆腐 怪不得 而且我跟你讲那个鱼肉嫩到 你分不清豆腐和鱼肉 对 非常的嫩 非常的那个爽滑就对了 哇我来吃这个 它上面是撒上了猪肉碎的 真的很好吃耶 我觉得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而且鱼刺不多 而且它的辣味居然没有吃饭味 对 不辣辣全部在这里倒菜都可以吃得到 味道浓郁 而且它鱼肉好Q弹哦 石板鱼就是不一样的 而且有豆腐的香味 再来再来吃虾一些 虾吧虾吧先吃虾 来 你最爱吃这个蒜蓉虾吗 这是椒盐活虾 椒盐活虾 好大 非常一点点这种 葱的还有蒜的 这个炸的蒜粒在上面 直接开盖 直接往我往里放 为什么要给你剥啊 好这个虾呀 绝对的新鲜又对了 配上这种椒盐的做法 有点小小酥酥的口感 它外面是很脆的 再来看这个米通螃蟹 很入味的椒盐 而且它也带有一点点的辣味 这个米通螃蟹 上面是用这种炸米 炸到脆脆的 然后再用这种算是 椒盐炒干的方式 把这个蟹炒熟 我只能说竹竹太有创意了 而且我很喜欢吃这个 米通吗 米通的脆有点小辣 这个才有点小辣 哇 大份的斯里兰卡螃蟹 是它是米通香辣螃蟹 那个辣度有非常非常辣吗 有点 有点喔 我来吃它的蟹切 已经掰好了 直接开启 这道菜好啊 要慢慢吃 爱吃螃蟹的人 真的 我们的摄影师不在 好遗憾啊 对 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层次非常的丰富 因为它的那个蟹肉 它是非常软嫩的 但是它的米通呢 又非常的脆爽 带着一点点的米香 哇 这个菜必试就对了 哇 独创喔 吃完虾 吃完蟹 要来到这个 有着非常好寓意的 包你有钱 哇 吃了真的是包你有钱 有谐音梗啊 他们有玩 来 包你有钱的包是什么 鲍鱼 你呢 就是你 对就是你啊 有钱呢 就是外面的这个 金钱肚 来 你吃鲍鱼 我吃金钱肚 好不好 来 哇 鲍鱼也蛮大的 蛮大的鲍鱼 然后呢里面不光是有金钱肚 还有鲍鱼 还有这个牛肉 牛腩在里面 牛腩 牛筋 还有白萝卜 应该是炖煮了很久很久 这道菜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那种港式的 对对对 我也是想到 有那种白萝卜 我想到那种在那种香港的街头吃到那种 对牛腩包啊 对 这种牛肉包 嗯 怎样怎样 果然很港味 然后呢 那个金钱肚 炖到软烂 吃下牛肉 牛肉也够烂 吃下我最爱的牛筋 这个好 这个很下饭耶 这个酱汁 这个酱汁很好吃 但是让我吃这个酱汁 我都满足耶 一点点的微辣 嗯 帮你有钱我觉得很有好的寓意啊 而且做法又很好看 也很好吃 这道菜 我觉得家人聚会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尝试一下好不好 来 接下来据说是一道有故事的龙虾 向我们游过来了 游过来吗 嗯 这道龙虾呢叫做安德鲁龙虾 对 不是这个龙虾的名字叫安德鲁 安德鲁呢 其实是一个顾客的名字 是他的发明者 安德鲁呢 很想念在香港 那种上面是螃蟹 下面是猪肠粉的一道菜 成春粉 对 后来呢安德鲁说 在新加坡吃不到 能不能够羊鸣海鲜帮我们做 结果羊鸣海鲜把螃蟹换成龙虾 结果 据说味道更加厉害 来 哇 我最爱吃了 你们想想看龙虾跟猪肠粉 龙虾猪肠粉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一个存在吗 对不对 赶快吃 怎么的 有惊喜 非常有 而且它的酱汁非常的鲜美 然后呢 猪肠粉又非常的入味那种 非常丝滑软嫩加上 龙虾的鲜美 真的是绝配耶 而且我觉得里面 有点有一个蒜头碎啦 所以说那个蒜头碎 给这个龙虾跟肠粉 多了一层点缀跟搭配 猪肠粉 大家常吃 可是这种做法我倒是第一次 我觉得老板也太有心了吧 就为了他顾客一个小小的心愿 而且猪肠粉可以吸到那个龙虾的酱汁在里面 这个才厉害 哇 其实以前这道菜是预定的 要预定才可以吃到 但是因为太多人喜欢了 对 全部放菜单了 谢谢安德鲁 谢谢安德鲁 爱你安德鲁 好 最后的最后 还是要煮食嘛 炒饭 叉烧炒饭 哇 我跟你讲这个炒饭 是我 最让我难受的 因为一上桌 它就在那边喷喷了香味 结果现在我们最后来吃这个炒饭 来 一勺一勺 一勺炒饭 先尝一尝它的原味 其实炒饭呢 看似很简单 但是要炒得好 还是有难度的 它的饭力比较干 对对对 但是干呢 并不会影响到它很难嚼 还是很松软的口感 锅器也是有的 对 叉烧也可以蛮多的 来 一勺汤 一勺炒饭 一起吃下去 哇 这一勺炒饭 可以吃一整盘耶 我觉得今天在阳明海鲜 真的吃到那种 阳明海鲜 道地的好吃的味道 而且也有很多的创新 也包括了很多 这个我们吃不到的 一种特别的综合跟搭配 阳明海鲜现在在VivoCity二楼 刚开了新店 十月底之前来 还有特别的折扣 另外 有大厅 有包厢 无论你要什么样的感觉 都可以找到 而且这边的装潢 装饰真的是太复古 太美了 赶快来 阳明海鲜 VivoCity二楼